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呢 用中文嘛 我们可以叫失去合法身份 因为不仅仅是身份过期一种 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 比如你是学生 但是呢 一直没有去上课 那这个呢 可能原来的身份没过期 但是也叫失去合法身份 那另一个呢 叫unlawful presence 可以翻译成在美国非法居留 这两点呢 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来说 后者非法居留呢 更严重一些 比如说 如果有的人是跨越边境 没有经过检查 偷渡进入美国的 那在美国呢 可以叫unlawful presence 非法居留 别的呢 什么叫失去合法身份呢 比如说 邀请父母啊 朋友啊 亲戚 用B签证 探亲 入境 入境以后呢 比如可以给了三个月 六个月的停留时间 后来呢 这个停留时间过期了 比如你申请延期 但是好几个月还没批 那么在等待期间呢 status expired 技术上说就叫失去合法身份了 但是这个呢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办法改变 比如说呢 你延期的申请批了 原来的失去合法身份呢 就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呢 从2018年的8月开始呢 情况要有变化 美国移民局呢 发布了一个新的备忘录 就是说呢 对于拿F签证及J签证的学生和访问学者 比如说 如果你的身份过期了 grace period也过期了 或者我在opt期间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 超过了允许的失业的时间 那么呢 这样呢 就开始积累非法拘留的时间 unlawful prizes 那么这个时间积累长了 会有什么问题呢 不超过半年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 超过半年呢 可能就不能直接拿到绿卡了 如果出境呢 可能也不能回到美国了 即使你有签证 有Advance Pro在边境查出来 这个人曾经有在美国非法拘留超过半年 那么呢 在三年内不能入境美国 也不能申请绿卡 如果这个非法拘留时间超过一年呢 那么在十年内就不得入境 或者甚至有一些情况下 终生就不能再入境美国 所以呢 这就是非法拘留的严重的情况 比如原来呢 那说如果身份过期了 在没有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以前 没有关系 只有移民局发现了 告诉你 让你离境 你没有 这样才叫unlawful prizes 时间才开始算 根据移民局的备忘录 从2018年8月以后呢 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失去身份 身份过期 那么你就开始积累非法拘留的时间 前面说的呢 如果仅仅是身份过期 unlawful status的时候呢 就会简单一些 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比如说你OPT身份要过期了 或者其他身份要过期了 那么你在身份失去以前 或者在短期内提交了新的申请 你要申请在移民局判定 说我转成我配偶的dependent的身份 或者我申请上新的学校 转成新的学生身份 访问身份 或者拿H1B但是失去工作了 我是提交新的B签证的申请 在移民局审理期间 不增加积累在美国非法拘留的天数 所以呢 积极应对 正确的应对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里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吧 是吧 大家看到的比较微妙 情况复杂一些 具体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提供更详细的讨论解答 另外呢 对于不许入境美国 不许申请绿卡 这个呢 也有一些豁免 可以提交I601 符合条件有可能得到豁免 关于I601呢 我们也有另外单独的视频 那么对于有一些申请人 比如说拿的条件绿卡的 要注意 比如说和美国公民结婚 提交绿卡申请的时候 结婚还不到两年 那么发的绿卡呢 虽然快 但是拿到的是条件绿卡 不是正式绿卡 或者对于投资移民来说呢 拿到的也是条件绿卡 那一般是两年有效 在两年过期以前 这个过期前的90天内 需要注意及时提交申请 去除条件 如果等到过期了 你还没提交去除条件的申请 那么就比较麻烦 原来的申请可能就自动过期了 就算是非法拘留了 还有一点呢 在美国的呢 有父母带着小孩子 如果说孩子在18岁以下 那么呢 就是身份过期了 也不算非法拘留 因为呢 孩子有的时候 他不能自己决定啊 自己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有比较宽松的措施 总体来说呢 我们在最近看到有若干的申请人 在办理绿卡的最后阶段 移民官提出 这个人过去有较长时间 在美国失去合法身份的问题 有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原来的身份过期了 没有及时的延期 没有及时的转换 或者原来提交了身份的延期转换申请 拖了很久 半年多一年 最后被拒了 然后被拒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才找了别的办法申请绿卡 这个过去的身份历史 有可能会对此后绿卡申请 造成不利影响 不见得完全就拿不到绿卡了 但是呢 需要认真对待 自己主动考虑分析 过去的在美国的身份历史 看怎么样有更好的弥补的办法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